野员家不养闲人 小新第一次参加品茶比赛 居然拥有30年的品茶经验 就连主持人都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 这个小鬼 年纪虽小 却似乎能领悟茶的精妙之处 这天小新一家来到了茶山园游玩 但让美牙没想到的是 这里不仅有采茶品茶的乐趣 居然还有其他的娱乐场所 就在这时一位导购员走了过来 但由于野员家第一次参观茶山园 所以导购员便邀请他们游览各种项目 于是几人来到了最著名的霞山茶田 并且可以穿上采茶姑娘服体验 这让美牙也想感受采茶的乐趣 但广志却拒绝了美牙的请求 结果被美牙的点头示意劝退 随后导购员开始示范采茶的手法 只要用拇指和食指交叉捏住树枝 便可以快速采集新鲜的茶叶 于是学会了采茶的诀窍之后 一家人开始体验摘茶的乐趣 随后导游员邀请众人来到了工厂 开始为野员一家介绍做茶的工学 只要通过蒸煮在嫁衣冷却后 就可以成为了美味的茶叶饮品 为了让野员一家理解茶道 导购员推出了一个品茶比赛 可以从香味和颜色来选择种类 而且大奖是一年份的顶级日本茶 听起来很吸引人呗 我想说句 随后等到了比赛热身的时候 美牙才理解导购员的意图 原来是品茶比赛的生意一场冷清 所以才邀请野员一家参加比赛 等到了比赛正式开始 小新与两位参赛者一同出场 但其中有一位年纪很高的老者 居然是全国品茶界的名人 这让他感觉这次的冠军属于自己 随后导购员开始发布了第一题 是通过品茶来选取是哪种茶叶炮的 于是老者和大姐姐一起选择了5号 之后等到了第二题开始 这次的任务是品尝AB两种茶叶 然后再选择哪杯是属于高级绿茶 于是老者率先选择了B茶 但结果大姐姐却选择了 随后小新与大师成功进入最后一题 这次的任务是在众多茶杯中 品尝出短头发小姐所泡的茶 这让老者感受到了问题 因为这种玩法根本不是品茶比赛 于是大师品尝了几杯茶后 不出意外大师所选择的是错误的 等到了小新上场的时候 马铃薯居然通过小姐姐的气味 就品出了小姐姐所泡的茶叶 准备好厉害啊 不会吧 怎么可能啊 vent点 优优独播剧场—— though